如今的埃弗森已经是发福的四群老汉 他飘逸灵动的几景也只能回看当年的回放了 如今的威少也很难再欣赏到他每晚飞天遁地的炸裂表演 历史三双王也永远的留在了20世纪10年代的影像中了 直到莫兰特的出现 就彼仿佛又一次能欣赏到两位民宿年轻时打球的模样 但莫兰特的逆袭之路远比这两位前辈坎坷精彩许多 17年以前的ESPN等三大选秀排行战中 你根本找不到假莫兰特的名字 而这时的莫兰特还是南加州伍德中学里 岌岌无名的板凳球员 身材瘦小力量不足 甚至高四之前莫兰特都扣不进篮 幸运的是莫兰特有个对他关爱赢家的父亲 在达尔泽尔这个小城中只出现过雷阿伦这一个知名的篮球运动员 而莫兰特的父亲在高中时期 曾经也是雷阿伦的队友 为了照顾莫兰特 父亲放弃了自己的篮球梦 专心调教自己的儿子 高中只长到1米73的身高 父亲便在每次训练结束后 对儿子加连弹跳 这位日后莫兰特众多的格扣名场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儿时在莫兰特的卧室中挂着一副詹姆斯的海报 海报中的一句话 也是同年时期莫兰特对自己的要求 你不能害怕失败 这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就是在这句话的激励下 莫兰特的篮球生涯开始出现转机 高四年级 没有一所大学给莫兰特递上篮球奖学金 直到凯恩教练的出现 在钱德勒帕森斯举办的训练营上 来自莫瑞州立大学的助教凯恩教练 正在为新球员的招募 特意考察其中的小前分特闻布朗 比赛间隙想去找些吃得的凯恩 路过附属球场 看到了因静态天赋差 被分到第一级别比赛的莫兰特时 停下了脚步 两三天的特意关注下 凯恩教练决定招募莫兰特 加盟自己的球队 就这样 天资平平的莫兰特 踏上了通往NCAA的列车 而等待他的依旧是慢慢的正平之路